天天微笑 伴随着厚厚 满足 这就是幸福 哎呀爱 哎呀 幸福女人 每个城市里都有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里都有不同的幸福女人 台北 在这美丽的福尔摩沙岛上 吸引了多少来来往往的爱与幸福 今天我要在这里 将一位幸福女人写进我的记忆里 哈喽 欢迎来到爱雅幸福女人 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这位幸福女人 从十三岁开始呢 她拍了第一支广告 从此呢踏上星途 出道许多年 她有不同的头衔 之前呢是歌手 后来变成演员 出世之后她是美容大王 现在她是汪泰 到了餐厅呢 人家叫她许董 知道是谁了吧 就是大S 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了解她 知道她的幸福是什么 跟我一起来他们的餐厅拜访她了 干杯 干杯 恭喜 谢谢 新餐厅开幕在台北 你好像这几天也很忙 对不对 在为了新餐厅开幕的事情 讲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干我什么事 可是我这几天真的很忙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就是在营业之前 你请我们姐妹来试吃 然后后来那个员工就来 然后要上菜之后就说 徐董,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们整桌都笑出来 整桌都在嘲笑我 但我在北京 他们都这样叫我 徐总 你也满可爱 你也跟他们说 不要这样叫我 我就是跟他们讲说 以后叫我大S就可以 可是他们就是耳朵很硬 而且我觉得 现在感觉在这边 就是怎么讲 为了这间餐厅的开幕 其实你是还满尽心尽力的 虽然老公的事业 也算是自己的事业 其实不太能算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一天结婚 比如说我现在结婚 我的演艺事业 跟我老公还是无关 我不可能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老公还在旁边帮忙说 对,他平常都很努力 就是不干他的事啊 或者说今天我来上 我来演好了是不是 所以他的事业 其实是他的事业 我能做的就是帮忙招揽客人 因为等于算是 台湾女婿 这算是台湾的创业的第一把 第一步 那我当然就想要多帮忙 多找一些客人啊 然后多找一些 比如说装潢师啊 设计师啊 能帮呢我就尽量帮 我讲的呢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能在工作上 你并没有干涉他 但是呢就是在 从旁协助的这个角色来讲的话 你真的很尽心尽力 而且小飞 他在开幕那天晚上很可爱 就是他跟我们亲友们 在那边敬酒啊 他第一句话说就是说 我要谢谢我老婆 他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 对啊 你听了我 你听了我 你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听了真的蛮感动的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想说 老公那你可不可以体谅我 以后就不要每天叫我来应酬 他也没有每天叫你 我看是你自己 不是 是替他担心好不好 我第一个替他担心 第二个是其实就在我家隔壁 所以我们吃完饭的话 就直接来这边吃是最方便的 然后每次一来呢 因为亲朋好友们就是 一呼百应大家都来 所以每天来这边吃饭 都会遇到亲友 所以就是还没开始坐下来吃饭 他就会说先请他们喝两杯 然后就开始喝 然后每次最后就是饭 没吃多少酒喝一大堆 而且夕缘很可爱 就是我们姐妹来的时候 她说来我们坐中间位置 可以让所有人看得到我们 对 我们都说那个 他就说许总 那几位女明星来要不要特别包箱 我说我不要包箱 你给我特别的位置 我要在最中间是路人摊镜头来 都可以看到说好多女明星 的那个位置 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 已经适应了汪太太 这样的身份了吗 我很适应 其实当我要决定结婚的那一秒钟 我就已经适应了 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做决定 跟适应能力有多快 是很快 没错 但是为什么我会用适应呢 因为你下了这个决定 一定因为这是一个对的人 但是你之后呢 可能因为你结婚之后 你要搬到那边去 然后你知道就是 你其实在结婚前 可能大家不晓得 西元他自己在台北的家 才刚弄好 然后我觉得结婚跟搬家 是人生非常累人的两件事 对 虽然也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你等于是台北这边 才刚搬完一次 然后又弄婚礼 然后婚礼弄完之后 又马上又要再搬到北京 然后要适应一个全新的地方 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为人家以为结婚是定下来 可是我从结婚那天开始 我就是不停的在流浪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去北京工作的 然后工作完 我要去上海连续拍三个月的戏 所以我那个时候身上 就只有两个行李箱 已经跟了我两个多月 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拍戏 然后那两个月当中 我本来想说中间空档 回台湾搬家 然后没想到突然我老公就出现 我就决定嫁给他 然后呢 因为我其中拍到一半 然后我右手残废 就是他就瘫痪不能动 所以我就打算把下面的三个月 那个戏给推掉 因为我那个戏是一个打戏 我不可能一只手残废 却去拍打戏 还很厉害对不对 那手很软 就不可能 因为然后手就... 因为他手都不听使唤 又不能动啊 然后呢 那个导演跟我老公居然是朋友 所以他就知道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他就求我老公说 可不可以我把这个戏接下来 所以我就带了那两个行李箱 台北的家我也没有搬家 就直接再去上海拍戏 就连着这样子 连着上海 然后我都没有回家 然后我家人就帮我把台北的家给搬了 所以台北家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但我印象中我的家已经没了 然后那时候我想到 我都觉得好可怕哦 因为我的行李就这样两个 然后我所有的东西在台北 现在搬到新家去摆成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然后戏拍完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所以我就直接定居在北京他的家里头 然后因为他的家是他的单身公寓 所以就是很小 东西都摆不下 衣服什么的 他一个人摆刚刚好 然后就进去 我就还是那两个行李箱 我就不敢把它拿出来 因为摆不下 然后就这样跟他结婚 他就又买了一个 我们俩适合住的大小的房子 然后用最快的时间装潢 然后台北家 我就趁时间回来 赶快打扫我台北家 然后结果去北京 就搬了新的北京的家 所以那一阵子 感觉是完全没有停下来过 而且那一阵子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是我家 我就觉得饭店还比较像我家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谈了恋爱 或者是找到那个对的人 有他的地方就感觉像家了 这是当然的 还有家人其实是最重要 可是就变成是你的生活的节奏 跟习惯变得很陌生 就完全被打乱了 对 就一般人听起来就觉得 哇塞 这个怎么可能 至少要有一段时间 好好地去准备 可是对你来说 你可能就是因为 是不是就是因为小菲 所以你觉得这一切 都变得不困难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 本来你跟小菲商量 你是不希望有一个很大的婚礼 我不希望有婚礼 本来我们就糟糕天下 说我们结婚了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我不想要穿结婚礼服 我也不想要晒太阳 因为拍戏的时候 已经都已经穿过几次 所以我就不想要有任何的婚礼 所以那个典礼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亲朋好友们 对 就是主要是为了我的婆婆 她说她要名媒正娶 把媳妇名媒正娶回家 所以她就说一定要办一个结婚典礼 我奶奶、我家人他们也都说 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没嫁 所以他们至少要看到 我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所以就只好办 硬着头皮办了这个婚礼 然后我就尽量把伤害减到最轻 就是尽量穿最简单的衣服 现场买就有的 然后就是梳化妆都非常的简单 都比我平常上节目还要更简单 然后最重要是 我要让我的亲友吃到好东西 喝到喝不完的酒 然后住到很好的地方 然后我奶奶可以去得了 她九十几岁 她不会觉得太累 然后我阿嬷也是九十几岁 然后要双方的亲友 都可以聚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选三亚 对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折中的地方 是双方亲友过去 都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点 所以西元就是这样子 它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你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 就是你可能嘴巴说 我不要 但是当你考虑到 可能你的亲朋好友 他们会想要看到一个 你结婚的样子 然后参加你的婚礼 所以你就搞了一个大的婚礼婚事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蛮辛苦的 办婚礼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不管你要办大还是小 办婚礼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就跟办演唱会一样 就前面看来都风风光光 后面都是这样冲来冲去一突然乱 尤其是亲友们还要住在那个地方 你要安排他们住 安排车子 然后每个人不是随时都饿吗 你每二十四小时都要提供食物给他们 等等的这些 都是你张罗 都我一手张罗 那现在已经 婚礼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现在有没有感觉比较定下来 我自己是已经定下来了 就是婚礼过了隔天 酒醉一醒 我就马上觉得 结完了不干我的事了 就这样感觉你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当机立断 立马就是这个OK就OK 然后那个你觉得感觉对了就对了 包括你的 就像很多人排气不是说杀青丸走不出来吗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对我来讲一件事情结束就是马上结束 一秒钟就是结束 那进去呢 进去 一秒钟啊 我结婚不就是说我老公说你要跟我结婚吗 我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去结了 所以你是江湖人称一秒郎吗 有这个称号吗 你结婚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让很多喜欢你的观众朋友会觉得投下一个震撼蛋 而且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对这个一见钟情还有闪婚这个东西开始充满了很多的憧憬跟希望 对 我其实结婚身边分了两派朋友 一派就是他当时我被人家叫做圣女 就是剩下来的女人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风话很不礼貌 后来我闪婚之后他们就开始批评闪婚到底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有一派朋友他们就觉得我们燃起了希望了 我们不会是当圣女了 我们也有可能像大S一样突然就找到真命天子 然后有一派朋友是二号不说就跟他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 因为他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要嫁给他 我说我就是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我要嫁给他 他们就说那我跟我男友交往了十几年 我都觉得我不会嫁给他 我说那你还犹豫什么 所以他们就赶快分手了 还有这种效应 就有这个效应 所以你真的是第一秒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他 就知道是他 而且我不管做任何性 譬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当朋友 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跟我妹说以后他会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直觉很强的人吗 超强 但是我觉得我是以你这个好姐妹在旁边看 我觉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你在对的时间这个人出现了 因为你在遇到小飞之前 好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谈恋爱对不对 然后工作非常拼命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还跟我们讲说 因为你台北的家在装潢的时候你就说 我会叫月亮宫殿 绝对不让男人走进来 就立刻结婚 立刻从此之后就跟男人住在一起了 不是 男人也没有走进来 我就直接搬出去啦 对 好 宫殿我都没住到 都我妈他们在住 没有啦 现在小飞来台北还是住宫殿的 但他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里面的装潢 你也知道是非常叛逆的那个... 就是你的风格 对 我的风格 他进来就觉得 这什么跟什么啊 所以我就说那个人出现 当然你的直觉很重要 但是时机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算是亲手女嘛 前面也可能谈过了几段恋爱 可是你会因为你这个谈过恋爱 你心里面清楚你要的人是什么样子 不会是因为谈过恋爱 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人 绝对不会 所以你是一直都知道 因为你跟一个人会谈恋爱 你也是一眼看到他 你就知道你们俩以后一定会有缘分 不管是当好朋友 还是顺不顺眼就看一眼就知道了嘛 那我看我老公的顺眼度 是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我会跟他结婚 真的假的啦 对 怎么会到结婚到这么深刻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就是看他一眼 我何止说要跟他结婚 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 我以后要跟他生小孩 但我觉得也是他 因为我以前是不生小孩的人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看他一眼 你觉得他要跟他结婚 结果交往第二天 他开始殴打你呢 那会比较困难 当他看到我身上的肌肉的时候 他可能会稍微再忍两天 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小菲 他也是对你非常好 因为你记不记得 他看到我 他也是知道第一 他第一眼看到我 也就是知道他要娶我 要不然你觉得他哪一个男人 敢开口跟我说 你要不要跟我结婚 这事意上我没碰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之前遇到的那几段恋情 如果那些男生跟你求婚 你不会答应 对 真的假的 当然啦 然后小菲也是第一眼看到你就 觉得要嫁给我 要嫁给我 不小心把入罪的事情 给收出来了 没有,因为我们私底下开玩笑 这叫西元叫大哥来着 对 可是他对你很好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你们刚才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你跟姐妹聚会 你就有讲 你发现他是一个很细心的男生 因为可能你喜欢吃什么 然后第二天冰箱里 就会出现那样子的东西 然后非常的体贴 对 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这样子 现在都还是非常的体贴 而且他现在打我 就下手也比较轻 什么 喂 那个是开玩笑的好不好 我就顺势再继续开Part 2嘛 你会怎么样形容你老公呢 就是非常的可爱啊 没什么别的 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 他可爱的地方在哪里 我不知道别人看不看得出来 反正我看到他就想笑 然后他讲什么话 我都觉得是非常有趣 我记得那个 你们的蜜月之旅 我也有参与嘛 对 然后我们是去布丹 是 为什么会想要选这样的地方 你那时候跟我讲说 我还蛮惊讶的耶 因为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真的不按牌礼出牌 我也没有想到 我会嫁给北京狼 我也没有想到我的蜜月要去布丹 就是全部都是突然想到要去 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我老公其实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然后他 我跟他结婚之后 他就有常常跟我提说 要去印度、布丹、尼泊尼泊尔这一类的地方 然后那个时候是正好是有一个仁波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他可以帮我们办那个布丹的同行证 因为布丹不是那么好办理 所以他就帮我们办了 所以我们就顺势的去了 还满随性的 我做事一向是随性 从来不计划 然后我们在布丹的时候呢 仁波切也很贴心 就是那位活佛呢 就帮你们又在那边举行了一个仪式 然后让你们穿上布丹的传统服装 对 然后因为你刚刚说 你觉得你老公很可爱 你怎么看他都好笑 对 那天早上你就是从头一直大笑到尾 你一直说你老公穿布丹的服装很好笑 但我一直在想说笑点到底在哪里 可是就怎么会有那个裙子 然后我就... 你看他穿那个鞋子 你看不出笑点吗 难道 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这样笑一下 就觉得还满不错 因为他露膝盖,你知道吗 对,但是穿裙子露膝盖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就是完全点到你的笑屑 非常好笑啊 然后他那个表情又非常的无奈 很好笑啊 所以我说啊 找到真爱的时候 情人眼里出席时 但是在西元的眼里来讲呢 小飞是最帅的 也是最搞笑的 对,他非常搞笑 也是最帅的啦 干嘛他陷阱给我跳啊 要问一下你嘛 你知道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你妹聊 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 会用同一个化妆师啊 就是工作人员 也是好朋友啊什么的 他们就说西元真的变了 西元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想说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因为其实你是做什么事情 你都是百分之百投入的那种 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呢 你就是对工作是保持一个 很投入很... 很完整很全然的一个状态 然后谈恋爱当然也是 可是他们说呢 因为之前你可能两年没有谈恋爱 所以看到的是你在工作上的严谨 然后还有专业 然后可能在工作上你的要求 是非常仔细的 然后一谈恋爱呢 就还是一样工作是很专业 但是你做所有的事情 都会带着焦笑声 我们是不是要化妆啦 很自然而然 你是听到后面英灵的笑声吧 没有,发自内心的 然后你妹就说你们一起拍广告啊 然后小飞来探班嘛 他在前面化妆,画一画 就突然听到你跟小飞在后头发出那种 他就心里面抖一下 想说他们两个在热闻耶 然后心里想说我姐是这样子吗 我姐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冷静 然后非常就是你知道 平常是很冷静的样子 怎么会在那边热闻 后来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其实想一想 我姐本来她内心就是很热情的 只是她可能很久没有 不是,但她是不要脸的家伙 她就这样直接转过来参观耶 然后她就说 很像她的作风 然后我们两个就看 我就看着她,她就看着我 我就说看屁啊 然后她就说不看白不看啊 然后我就想说也对 然后就继续 可是我们都是非常替你高兴的 因为女生嘛 我觉得还是需要谈恋爱 我觉得不一定啦 要看个人 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不想恋爱 你这样鼓吹也真的没意思 有的人真的不太需要恋爱 但恋爱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我觉得结婚又比恋爱更有趣 为什么 因为它有更多的层次 跟你恋爱的时候 所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去发展 像是层次 比如说你谈恋爱的时候 已经是可以沉溺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可是那毕竟你会知道 你们两个人是自由的 当然婚姻你们两个人还是自由的 可是变成你们两个必须要有一个共识 是共创一个新的空间 因为你们就是一个家庭了 那个心是不一样的地方发展的 很奇怪 你们两个到目前为止 其实爱情是很奇妙 就是每一天都是一个学习 你会觉得你对他很了解 或他对你也很了解了吗 不会 我连对自己都不了解 他怎么可能了解我 所以你们就是透过生活在沟通就对了 走一步算一步啊 我觉得对西元一定要很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你认识快要二十年了 十七年 我们从高中就是同学嘛 最怕这种算得很仔细的主持人 然后把我那边泄露出来 是吗 我们认识十七年又七十五天 然后当年我是只有几岁 对 最常开始讲这个 因为从高中看着他 就知道他的心肠是非常好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 可能是有一些距离感的 可是其实就是我讲的 刀子嘴豆腐心 然后你是有的时候 是很会较劲的人 你记不记得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体育老师 然后那个体育老师 他有一天突然对了学生 做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 就是要要求我们 在一节课里头 要跑二十圈操场 然后你就是属于那种是 仗义直言 然后如果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 可能也是天秤做的吧 因为整个就是没有办法住住 然后要跳出来 就追求一个正义 然后老师一说要跑二十圈的时候 你说好啊 老娘跟你飙上了 然后你就开始跑 完全没有停 就这样跑完二十圈 然后跑完二十圈之后 你就去跟他讲说 我跑完了怎么样 然后就直接吐在他面前 直接马上立刻吐 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你自己怎么样解释 你自己这样的个性呢 无解 我也没办法啊 我也不想要这样啊 问题是他出的题目不合理啊 要不然他自己来跑跑看 我也不肯跟他说 你自己来跑跑看啊 因为他是老师 我不能对他不礼貌 所以我就跑给他看 跑二十圈会是怎样 所以你就是会用自己来去 证明那个正义就对了 是不是 是 好像 其实这样的事情 从我们小时候到大 一直都会有这样发生 比如说我们在同一桌吃饭 旁边在聊天 可能聊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情 有的时候他是会自己去讲啦 但有时候他说 哎呀 你去跟他们讲什么什么的 所以当他的朋友呢 经常会要去帮他那个出一些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旁边啊 就会有年轻人知道我跟我妹妹在 他们就会故意说 他们俩三八哦 到底是谁啊 最讨厌他们俩的 很没礼貌 然后有时候我会自己跟他们讲说 不好意思,我没聋 我听得到你们讲话 跟你们很没礼貌 但有时候是比较小的小朋友 我想这样讲 可能会有点太吓到他们 所以就会说 哎呀,你去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样很没礼貌哦 然后我就代表你们 出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但也只有一两次 因为你也是属于俗辣型啊 对 大部分... 对啊,没事 大部分都是我亲自输嘛 好不好 还有什么事情是这个样子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很多 你说去路上救狗啊 报警找人 找那个警察抓人啊 什么非法集会的年轻人 正要逗欧起来 然后我就直接冲出去 叫说我报警啊,不要打 还有那个什么 黑社会在家里打老婆啊 也被我那个按门铃 还有就各式各样的小事 我记得有一次 我要赶通告去台中 然后那时候要搭捷运 然后就大家都排队嘛 然后排到我身上 因为我第一次搭监狱 我不知道卡要插正反哪一面 所以我就插里面插错了 后面就有一个先生 就直接把我推开 就把卡插进去 然后我就握住他的手 再把他的卡 拔出来说请排队 然后我就再把我的卡插进去 然后回头一看 是 就还遇到同行的大哥 那怎么办 然后我就那个假装 假装立刻把头发披下来 假装我是路人 你的意思是立刻偏僵吗 就立刻把脸遮住 假装是路人 然后就好像假装不是我讲的 所以你就是仗义直言型的 有的时候这样也会给你惹上一些麻烦 会不会 绝对啊 因为就是人家就算是看到我是 你是大孩子耶 但他上厕所还是不能插我的队 他还是要求名拍 或者有时候在路上 可能有一些人要拍你 其实你是 如果你的妆一切 你都觉得在一个最佳状态的时候 你是很乐意 我就算是现在没化妆 人家说可不可以跟你拍照 我也是会答应跟他拍照 因为我看到他们很高兴 这样就够 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可是如果是用偷拍的 偷拍那种抱着贪婪的心态 想说明星耶 就这样 那种我就非常火大 因为他就会不尊重人嘛 那他如果不尊重人 他就不需要被受尊重了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 因为你如果他有看不惯的事情 他一定要说出来 不然会逼死人的 可是也不到欧巴桑那种程度 不会太鸡婆啦 对 会不会是因为你现在还年轻 你不要以后老就变成我们的姐妹里头 我恐怕真的只是童颜耶 因为我真的不年轻了 童颜耶 你跟小时候真的 其实是没有什么变耶 对啊 对啊 不愧是美容大王耶 你现在有在做什么特别的保养吗 我岔提一下 我帮那个女生问一下 就吃素 我觉得吃素身体含氧量真的会比较高 你老公也很可爱啊 他帮你那个菜单 在菜单上面呢 也帮你准备素的 对 其实这是从你开始的 但是也是怎么讲呢 就是对我们这些吃素的朋友来讲 也是一个好消息 对啊 因为你知道吃素其实不容易 而且最怕别人就是为了 因为要就是你吃素的关系 请你吃饭会不晓得要点什么 是不是 他就是今天要请宴席很多人 然后你是吃素的 他心里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急车 然后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他菜单上面就可以做成素菜的 他就加了一个绿色的V字 然后我想这有很多客人跟我反映 因为我很多家人也吃素 然后也是常常 我也是 对 也是常常要陪着其他的亲友们 一起去吃饭 大家聚餐 所以现在有了素菜单之后 很多家人都很高兴 好像你老公的餐厅 现在也不卖鱼翅 这个跟你有关系吗 你觉得 这个我觉得是他自己领悟 因为他有一阵子 他陪着我吃素吃了半年 然后我就说你做餐饮业的 你可以不用那么勉强吃素 因为你这样又做餐饮 你又吃素 那你怎么试菜 对 然后他就觉得 可是我吃素的理念让他很感动 所以他也想吃素 你吃素的理念是 我不杀生 因为我把动物当作是我的家人 我就觉得我不能吃我的家人 而且你吃素 跟我吃素有一点不同 就是你吃素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是自己本身 就是对肉比较没有兴趣 觉得不好吃 但我记得有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说你吃素 其实你是很喜欢吃肉的 以前我是大鱼大肉 无肉不欢折 所以你等于是把你自己的一个喜好 给断掉 就是因为... 因为当初是因为五妹娘 我最爱的那只狗 它生重病 然后我就跟死神交换说 我用我最爱的东西换它的命 我就用一整年都不杀生 也吃素 累积这些命来换它这条命 就是它就真的活下来了 然后那一年之后 我已经其实可以开婚了 但是我那一整年 我就跟那些肉块们培养出感情来 为什么你妈在吃的时候 每当我妈... 你不要杀他们全家 因为有时候你就会一开始吃素 尤其是许愿这种 你就很想会想说吃一口死神 应该不会发现 当我要吃的时候 我就想说不行 然后就开始天人交战 我就想 我想想看这块肉 如果这只牛是我养的 我帮它取了一只... 取了一个名字 它就是我的宠物了 我就跟五妹娘一样无法吃它 然后我就把每一个动物都当作是五妹娘 然后我就想通了一个原理 就是说对啊 其实我爱动物 我不爱... 我不可能吃我家的狗 那就等于我养了这个牛 我养了这个鸡 我也不可能会去吃它们 因为我小时候去了一次养鸭肠 然后就看到那个刚出生的鸭好可爱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我永远不吃鸭肉 然后后来长大就会变吃素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天生的缘分 没办法 所以那一年最难熬的都已经熬过了 你就一直给它吃下去 吃到现在就十多年了 然后你老公也被你影响 有时候我很想吃肉的时候我就咬它 听起来好甜蜜哦 而且你有跟我们说过 它很Q 对,很Q 又香嫩啦 讲得跟恶魔一样 最好吃的肉 对 你不是还跟我讲过说 你现在还会感谢水什么之类的 比如洗脸的时候 他说水啊,真是谢谢你了 让我可以这样 我不为这样啊 那你自己说 我跟水之间的话 干嘛告诉你啊 那就是会有感恩的心 要抱有感恩的心 对 感恩 水让你洗啊 你要感谢他 而且不用的时候要赶快管起来 一滴都不能浪费 然后卫生纸 我要用到很透彻才行 所以我口袋里 常常鼓鼓的都是用过的卫生纸 然后它因为还能再擦一点东西 我就是不会浪费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穿得很高级的 化妆化很漂亮的女明星 可是行为都是老兵行为 真的是这样子 大家认识这样的西元 是不是觉得还满可爱的呢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幸福吗 非常幸福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所有我心里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都得到了 我最害怕跟最... 我最不想要失去的东西 就是我家人的幸福跟健康 你给我什么日子 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其实都是很期待的去面对 可是因为现在有老公、有公婆 他们可能不太习惯 我的工作形式是这么的刺激 就突然哪一天讲一个话 明天就会变重始之地 然后你要... 他们就会觉得怎么办 要怎么逃出来 要怎么平息 可是对我来讲 我都是非常非常抱着 有乐趣的心态在看 到底人生还可以走得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讲 这就是幸福 我还是可以每天抱着好奇心 去看我自己 你以前跟我讲过 你说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孝顺的话 他根本就不配做人 这还是蛮西元的说话的风格 因为以前常常会有一些傻女孩 就会说她的择偶条件要孝顺 然后要什么爱狗 要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什么烂条件啊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孝顺 他就是不但是... 孝顺不但不应该被放在择偶条件 你应该说一个人不孝顺 他就是其实就有可能会犯法 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所以孝顺是应该的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优点 有一点我很感动的就是从你们 因为我们一起是学生的时候 你跟你妹就出道了嘛 就是在做唱片宣传的时候都很忙碌 然后你跟你妹常常会跑通告什么的 可是你们一定都会选一天是陪家人 然后跟爷爷奶奶 那时候爷爷还在 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 然后这一点从在学生时期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还有我跟我妹妹是在过年佳节的时候 就所谓大家都说艺人去抢钱的时间 我们从出道到现在是从来不接工作的 比如说圣诞夜跟跨年 还有中国的过年 这几个节日我们一定都是跟家人在一起 就不管是给我们再多钱我们都不去做 而且你母亲节的时候还会给你妈惊喜 对不对 我最爱给我妈惊喜了 你会把那个礼物藏在某一个地方之类的 就听说十年前母亲节礼物 你妈现在还没找到 对 没有 要寻宪搜查 没有 就顺便预防他老人痴呆症 你看看我这个人多贴心 刚刚就讲嘛 因为结婚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 夕缘好像在结婚之后也把拍戏 因为演戏是你一个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对 但是也是因为走进了自己建立一个家庭 所以好像演戏现在就比较没有在做 不演了 现在就从拍完大舞生之后 我就把所有的戏都推掉了 因为当时抱有一个美梦 是想说戏一推掉就可以怀孕了 然后就可以生小孩 一年之后就可以再拍 结果我发现高龄产妇 还真的有这件事 还真的比较不容易受孕 所以就努力到现在 就缘分还没到吧 就顺其自然 对 所以我妹就说 那不然你先帮我代班主持 然后一方面是你给自己 太大的心理压力的时候 就是真的会比较困难 对 所以我现在就只好 就是真的顺其自然 但你现在帮你妹代班康熙 也满常要飞来台北的 对 然后你老公在北京也很忙 那你们怎么样去就是制造 你们的高龄产妇 好家在就是他在这边 开了翘江南 所以他这一阵子也在台北忙 然后我妹现在康熙录存档 所以我也是都在台北录康熙 然后这段时间就变成 我们可以在台北过一个年 对 而且戏院满独立的 因为那时候我去北京看他 然后可能你就起来之后 然后就待在家里什么的 然后你老公晚上下班回来 就说你怎么不出去走一走 然后你说那也没关系啊 我就在待在家里面看书啊什么的 因为我结婚前就是一批狼嘛 虽然结了婚之后就是有家人了 但是我的个性还是一批狼啊 就是你要我出去觅食打猎也可以 你要我在家待着守着也可以 我是无所谓 我是从来不会觉得寂寞的人 我也不怕寂寞 那一批狼就是你的同事们 叫你那个大哥的原因吗 对 他们都叫我大哥 然后有时候就是要开始一个 比较困难的工作 譬如说外面可能非常的混乱 的时候我们出征的时候 就会一起唱 真的还假的 整个团队在这边请兜的啊 因为我的团队都是女生 然后我的工作真的居无定所 那个时候忙起来的话 一天一个城市 就一群女生 我们就这样一路漂泊 所以就是然后都要打扮得很漂亮 可是都非常非常的干 就表面上好像很漂亮的一个女明星 可是背地头干的都是那种 其实就是在上战场那种冲啊沙啊 然后赶快换衣服换鞋子 背一大堆台词搭啊什么的这些 马上都要立刻学会 是很辛苦的 我也是柳大哥耶 你是徐大哥 因为你是外形的关系 所以叫柳大哥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 所以OK我是外形 曾经啦像大哥 然后尤其背你妹 拜你妹之次 就是大家都叫我大哥 可是你是外形 是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你可能个性是像大哥 因为我被叫大哥 就是真的是人家都不会叫我 什么姐什么姐 因为他们认识我久了之后 就觉得我是很有那个大哥的 就是很有魄力 还挺豪迈的 但是又很细腻 对 所以是很细腻的大哥 应该是吧 就是柔情似水大哥吧 铁汉柔情啦 铁汉柔情 铁汉柔情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在微博上 你也有发一个微博说 我知道你从小就怕我 尊敬我 但是就是你还是很爱我 什么什么的 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吗 你知道在你身边的人 会有一种 我知道啊 半君如半虎的感觉 有时候我跟我姐说 洆湞帮我泡杯咖啡 我都听到他忍住说 叉的声音 他都想说叉 对,整个都忍住 然后去那个流理台很慌乱 对,然后有时候我说 媽 我都会感觉到我表哥 我姐夫有点说 穿虚妈妈 然后人说 所以如果让你身边的亲友们 觉得半君如半虎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不要让他们那么害怕 像我妹妹周遭的人 都非常的放鬆 他就是有一个天生的能量 就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放松 可是我天生就是有一个力量 就是让大家知道 如果我不小心 现在所有人都变僵尸 或现在突然世界末日 赶快去找徐继元就对了 我会让大家有这种责任感 还有就是说 如果现在发生了什么 兵荒马乱的事情 听他的就对了 我就是属于这种型的人 所以就平常大家都觉得怕怕的 可是他们会知道 走投无路的时候 来找我就对了 而且我们就是小时候嘛 因为姐妹都会一起上厕所什么的 然后有时候 就是女生感情很好的时候 就会想要抱在一起 但心缘呢 就是你稍微靠近他的时候 感觉他会把你推开 你说不准靠近 但现在呢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太久了 知道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柔软 就根本就不管他 就是他把我们推开 我们还是硬上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我们就是这样子嘛 我这个跟我老公可以跟小狗 可以跟婴儿 其他大人我还是真的 对 而且你一谈恋爱之后 你整个那个 就是外...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你特别需要爱情 因为你内在的那种热情 还有那种温柔 整个在他面前就散放出来了 对啊 那不然呢 还有在狗跟小孩面前也OK啊 他是天秤座的 所以有两个极端的平衡 一方面是很厉害、很冲 然后很刚硬的 另外一方面呢 又让你觉得细心 然后又让你觉得温暖到极点 你记不记得我爸生病 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对 然后有大概两年的时间 是经常去跑急诊室的 然后有一次我爸还挺危急的 所以跟你们聚会聚一聚的时候 我就突然要去医院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我爸 也是还蛮温情的 因为我爸说 让我们这些女儿啊 就是这个年龄没有得完啊 然后就要一天到晚跑医院什么的 然后我爸就在哭 然后我也在安慰他 突然我眼角瞄到一个 就是挺得很直的背影 然后一看 西元怎么来了 然后你就出现在急诊室里头 我没想到会长那么大 不然呢 不然一直那么小一个 那我伍妹娘都死了耶 拜托 也是啦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本来想说领养一下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很自然啊 就那个边小酌 边跟大家聊天一下 那我们来玩心理测验 跟星座和那个有关吗 没有关 这就是一个心理测验 来看一下 有一天你要去旅行 必须带着他们 你会怎么带 一条蛇 一只猴子 一只鸟跟一个背包 那它是测什么的 它每一个东西都代表了一个意义 然后等一下会看 你说有一天要去旅行 必须带着他们 对 你会怎么带啊 对 就是背包你会背在哪里 然后是什么样的背包 可能让鸟停在肩膀上吧 然后猴子牵在手里 鸟停在肩膀上 猴子牵在手里 蛇可能就是缠在手上或腰上 背包的话就请猴子帮我拿 那背包有多大 就是像我一般那个 小小的可以放面纸跟护唇膏就行 你平常出门都带很小的包包 超小,小到不行 对,但是助理开卡车就是了 对 就助理都要扛两大轿子的东西 然后我就只拿小包包 好,每一个东西都代表了它的含义 来看看 那西元自己来解释好了 蛇你是把它缠在手里 手上或腰上 蛇代表是钱 手就缠在手上或腰上 其实还是重要 但是也是随时随备要给出去 对 或者不是有人说什么很有钱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钱会缠在腰上 那也还蛮准的 有的错,霹雳腰包 来 鸟你是让它怎么样 站在肩上 鸟 孩子 孩子站在我肩上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们家孩子都骑到我头上来了 所以你会让它停在这边 但你也不会把它... 就是让它很自由的站在人间 就是它可以飞飞飞走 然后要停的时候 它就停在这边比较方便 突出来的 又不会抓坏发型 还有盒子 老公就牵在手里 对 手牵手 那你知道背包代表什么吗 因为你是让他背嘛 对,他帮我拿 对,背包代表是责任 他帮我拿 那不是太好了吗 就是嫁了老公就是什么 老公就你来了 好不准哦 是吗 你确定吗 要不然你怎么学 我好像钱也是缠在手上 然后猴子 我忘了 好像是也是抱着吧 之类的 然后背包我自己背着 因为你幻想 你是要背那种包包 贪心 你要背很大的包包 我包包那么小 我责任感很重 是你贪心 什么我贪心 像你无事一身轻 你包包越多 你里面就想要放越多东西 哪有 这就是贪心啊 干嘛突然了解我的贪心啊 我的责任感很重 希望能够照顾很多人好不好 好 那谁就交给你照顾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 峭江南嘛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幸福女人 都会准备一道甜点 可是我觉得今天呢 因为来到这边是 也算是你的地盘 应该要让你来帮我们推荐一下 有什么好吃的甜点 这边有很多很好吃的 北方的那个甜点 我就来介绍一个 可能台湾观众没有听过的 叫做红糖豆沙锅馗 这边谢谢 但是郭葵是这位先生 郭葵 本名一个字葵 它就是... 其实它就是煎饼 但是因为你知道很多北京的食物 跟台湾的食物 它的外表看起来很像 可是它名字常常取得不一样 它很漂亮 它这上面还是一朵花 一朵花 其实皮 其实感觉是像水煎包 里面包的是甜的 红糖豆沙馅 有一点酥脆又很Q 这应该是我 从英以来 第一次在那个节目上围熏 然后跟大家聊天 这道菜打巴着 还要算钱 我们今天红酒 这是老板娘 对 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在意 因为你的责任都给他 对 所以他成功就是你成功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要问西元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我觉得幸福就是 心想事成吧 心想事成 就是你想要你的家人健康 你想要得到一个工作 你想要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这件事情成真了 就很幸福 那如果没有办法 心想事成的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你的心有问题 因为如果说 我要当总统 那就不可能事成 因为就不可能 就想太远了 所以你就要想说 今天我要去看 譬如说不可能的任务 然后你就看到了 这就很幸福了 所以你一直说 其实很多小的事情 也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幸福 对 那你最近的 想要心想事成的是什么 最近如果大一点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够 生孩子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还是要比较顺息自然 正面思考也是蛮重要的 我知道 但是也是因为徐大哥 对朋友们很好 所以我们这些友情 十七年来 你有没有觉得真的 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对啊 超多的 尤其我们小时候很欠揍 然后又一起进入演艺圈 发生很多鬼事情 所以你觉得你个性 从小时候到现在 有变很多吗 从来就没变过 我觉得好像也没怎么变 你就始终如意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十六岁出道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说 你们现在很纯啦 等到十年之后 你们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或者是老师会说 你现在这样想 你长大就不是这样想了 然后这些话都让我记在心里 觉得等到我长大之后 我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来印证看看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一样 可是从我有意识以来 听到大人讲这句话 一直到我现在有时候 有空再想想那些大人讲的话 我发现我真的从小到小都没变过 真的 其实个性还有外表 都没有什么变耶 有一点坠肉就是了啦 还好吧 最近西元可能就是要养身体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吃一点 吃好一点 这种鬼话我是不会听的 你又开始耳朵硬了是不是 对,我耳朵硬 耳朵硬 好,那在最后呢 我们希望西元可以给这个年轻的女生 可能也跟你一样 就是已经遇到他的真命天子 然后想要走进婚姻的女生 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走进婚姻 责任感 就是你要很相信这个人 他就是你要嫁的人 然后嫁给对方之后呢 他你们要生死共存 就是他疾病 就是你的疾病 然后他富有他的贫穷 你们都是要一起承担的 同甘共苦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让他变得更好 因为他变好了你也会变好 你会不会常常夸奖老公啊 当然会啊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他实在很可爱 你看 所以当夸奖是从真心来的时候呢 就是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有情趣 对不对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知道的 因为你知道吗 今天想说要访问你的时候 我的情史防述吗 好细微哦 就是大家都想说 其实他们觉得从萤幕上看到你 会觉得你的个性有点扑朔迷离 所以他们也想要对你的个性有一些了解 如果你自己来形容徐熙元 你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了解我自己 因为我每天在想什么 下一秒钟会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们其实有预料到你会这样答 所以他们就说 那就是了解啦 还有什么好问的 就是很难以捉摸是不是 因为谁知道你自己下一秒 你等一下要干嘛 我等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公司尾牙 干嘛跟你报告行程 就是你还会知道你等一下要干嘛 可是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要干嘛 所以是很随性的吧 非常 很正常 就是很随性的大女人跟小女人的综合体 人类啦 很正常的人类啦 那你撒嬌的时候是怎么样 当然不能撒给你看啦 你也不用撒给我看啦 当然可以 我撒给猴子看是不是 好,对 对咧 对,来 你好 宝贝儿 你今天好美啊,宝贝儿 谢谢 喂 在镜头前面撒嬌这种我是真的犯得到 撒不出来是不是 撒不出来 但是他撒嬌很厉害啦 但是要留一个悬念让我们来想象 这就是他 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艾雅幸福女人吗 如果想要分享更多的幸福 记得来我们腾讯的官方微博 获得准时锁定 艾雅幸福女人哦 拜 艾雅幸福女人 然后要适应一个全新的地方 其实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耶 因为人家以为结婚是定下来 可是我从结婚那天开始 我就是不停地在流浪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去北京工作的 然后工作完我要去上海连续拍三个月的戏 所以我那个时候身上就只有两个行李箱 已经跟了我两个多月 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拍戏 然后那两个月当中 我本来想说中间空档回台湾搬家 然后没想到突然我老公就出现 我就决定嫁给他 然后呢 因为我其中拍到一半 我右手残肺 他就瘫痪不能动 所以我就打算把下面的三个月 那个戏给推掉 因为我那个戏是一个打戏 我不可能一只手残肺 却去拍打戏 还很厉害對不對 那手很软 就不可能 因为然后手就... 因为他手都不听使坏 不能动啊 然后那个导演跟我老公居然是朋友 所以他就知道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他就求我老公说 可不可以我把这个戏接下来 所以我就带了那两个行李箱 台北的家我也没有搬家 就直接再去上海拍戏 就连着这样子 然后我都没有回家 然后我家人就帮我把台北的家给搬了 所以台北家长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但我印象中我的家已经没了 然后那时候我想到 我都觉得好可怕 因为我的行李就这样两个 然后我所有的东西在台北 现在搬到新家去 摆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然后戏拍完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了 所以我就直接定居在北京他的家里头 然后因为他的家 是他的单身公寓 所以就是很小 东西都摆不下 衣服什么的 他一个人摆剛剛好 然后就进去 我就还是能... 听到真的滿感动的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想说 老公,那你可不可以体谅我 以后就不要每天叫我来应酬 他也没有每天叫你 我看是你自己 你是替他担心好不好 我第一个替他担心 第二个是其实就在我家隔壁 所以我们吃晚饭的话 就直接来这边吃是最方便的 然后每次一来 因为亲朋好友们就是 一呼百应,大家都来 所以每天来这边吃饭 都会遇到亲友 而且就是还没开始坐下来吃饭 就会说 先请他们喝两杯 然后就开始喝 然后每次最后就是饭 没吃多少酒喝一大堆 而且西元很可爱 就是我们姐妹来的时候 她说来,我们坐中间位置 可以让所有人看得到我们 对,我们都说那个... 他们就说 徐总,那几位女明星来 要不要特别包箱 我说我不要包箱 你给我特别的位置 我要在最中间 是路人摊镜头来 都可以看到说 好多女明星哦 的那个位置 你现在你觉得 你自己已经适应了 汪太太这样的身份了吗 我很适应 其实当我要决定 结婚的那一秒钟 我就已经适应了 因为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做决定 跟适应能力有多快 是很快,没错 但是为什么我会用适应呢 因为你下了这个决定 一定因为这是一个对的人 但是你之后呢 可能因为你结婚之后 你要搬到那边去 然后你知道就是 你其实在结婚前 可能大家不晓得 西元他自己在台北的家 才刚弄好 然后我觉得结婚跟搬家 是人生非常累人的两件事 虽然也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你等于是台北这边 才刚搬完一次 然后又弄婚礼 然后婚礼弄完之后 又马上又要再搬到北 天天微笑 伴随着厚厚满足 这就是幸福 爱呀爱 爱呀 幸福女人 每个城市里都有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里都有不同的幸福女人 台北 在这美丽的福尔摩沙岛上 吸引了多少来来往往的爱与幸福 今天我要在这里 将一位幸福女人 写进我的记忆里 哈喽 欢迎来到爱呀幸福女人 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这位幸福女人 从十三岁开始呢 她拍了第一支广告 从此呢踏上星途 出道许多年 她有不同的头衔 之前呢是歌手 后来变成演员 出世之后她是美容大王 现在她是汪泰 到了餐厅呢 人家叫她许董 知道是谁了吧 就是大S 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了解她 知道她的幸福是什么 跟我一起来他们的餐厅 拜访她了哦 干杯 恭喜 恭喜 谢谢 新餐厅开幕在台北 你好像这几天也很忙 对不对 在为了新餐厅开幕的事情 讲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到底干我什么事 可是我这几天真的很忙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就是在营业之前 你请我们姐妹来试吃 对 然后后来那个员工就来 然后要上菜的时候就说 徐董 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们整桌都笑出来 整桌都在嘲笑我 但我在北京啊 他们都这样叫我 徐总 你也满可爱 你也跟他们说 不要这样叫我 我就是跟他们讲说 以后叫我大S就可以 可是他们就是耳朵很硬 而且我觉得 现在感觉在这边呢 就是怎么讲 为了这间餐厅的开幕 其实你是还满尽心尽力的 虽然老公的事业 也算是自己的事业啦 其实不太能算耶 为什么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一天结婚 比如说我现在结婚 我的演艺事业 跟我老公还是无关啊 我不可能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老公还在旁边帮忙说 对,他平常都很努力 就是不看他的事啊 或者说今天我来上 我来演好了 是不是 所以他的事业 其实是他的事业 我能做的就是帮忙招揽客人 因为等于算是 台湾女婿 这算是台湾的创业的第一把 第一步 我当然就想要多帮忙 多找一些客人 然后多找一些 譬如说装潢师、设计师 能帮我就尽量帮 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可能在工作上 你并没有干涉他 但是就是在 从旁协助的这个角色来讲的话 你真的很尽心尽力 而且小菲 他在开幕那天晚上很可爱 就是他跟我们亲友们 在那边敬酒 他第一句话说就是说 我要谢谢我老婆 他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 对啊 我都已经爆肝了我 最近 你听了有没有很感动 两个行李箱 我就不敢把它拿出来 因为摆不下 然后就这样跟他结婚 他就又买了一个 我们俩适合住的大小的房子 然后用最快的时间装潢 然后台北家呢 我就趁时间回来 赶快打扫我台北家 然后就去北京 就搬了新的北京的家 所以那一阵子 感觉是完全没有停下来过 而且那一阵子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是我家 我觉得饭店还比较像我家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谈了恋爱 或者是找到那个对的人 有他的地方就感觉像家了 这是当然的 还有家人其实是最重要 可是就变成是你的生活的节奏 就跟习惯变得很陌生 就完全被打乱了 对 就一般人听起来就觉得 哇塞 这个怎么可能 至少要有一段时间 好好地去准备 可是对你来说 你可能就是因为 是不是就是因为小飞 所以你觉得这一切 都变得不困难了 在一开始的时候 本来你跟小飞商量 你是不希望有一个 很大的婚礼 我不希望有婚礼 本来我们就糟糕天下 说我们结婚了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我不想要穿那个结婚礼服 我也不想要那个晒太阳 因为拍戏的时候 已经都已经受够了 所以我就不想要有任何的婚礼 所以那个典礼 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亲朋好友们 对,就是主要是为了我的婆婆 她说她要名媒正娶 把媳妇名媒正娶回家 所以她就说 一定要办一个结婚典礼 我奶奶、我家人 他们也都说 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没嫁 所以他们至少要看到 我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所以就只好办 硬着头皮办了这个婚礼 然后我就尽量把伤害减到最轻 就是尽量穿最简单的衣服 现场买